阿囉哈 奇名喵咪到 傳載時間啦 大家早上9點好玩 我是水米聊的 水米打環節囉 那今天的話呢 5點半的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奇妙戲谷 那這關是我們傳奇故事 零傳奇故事的最新篇章啦 那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奇妙戲谷 究竟有三個好玩的東西 Let's go 這邊是谷歌卡拉OK OK 這次有搜Google的廣告是不是啊 谷歌卡拉OK 好 音樂的話有6個問號 那我們來看一下究竟有啥咪東西了 用這堆應該是可以啦 錢包連署先給他帶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一些很猛的戰力啦 然後這關的話呢 心裡讓我們聽音樂 好 這音樂是聽過的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邊有點冒這個 惡魔族系列火焰的這個 洞窟啦 所以這邊我覺得應該看這個 冒火的感覺 哇靠 怎麼是你啊 老哥完了 雞雞他出超慢的 害我直接爆開好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硬拼一下 哇哩咧 鋼鐵海豹啊 哥哥完蛋了 鋼鐵海豹喔 這隻的話看起來有點有點麻煩了喔 完了各位 這打不贏啦 沒有會心一擊也打不贏啦 我的天 然後 目前看起來好像就 就他一隻鋼鐵敵人 然後現在沒出任何東西 所以我們還有5隻是沒看到過的喔 那這邊就必須得要那個了喔 鐵定是必須得要帶個這個 肉腐獸的 那之前的話我們上次好像有放過就是那個誰啊 因為我們有就是 觀眾有推薦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海邊萌萌萌 不知道海邊萌萌萌打他會不會有什麼好效果 應該是比較偏難啦 好 那你看這隻的話 哎喲 裡面還有賢者吼吼 oh my god 然後現在看起來的話就是鋼鐵敵人 再加上我們這邊的這個天使敵人的部隊了喔 好 稍微調整一下我們這個隊伍陣型 oh my god 這鐵定一定是要用那個的耶 一定要用那個 會心一擊部隊的 我們知道的話應該是 用這個的話應該是有機會的 只是我這邊應該再加一隻那個打天使 我看一下喔 天使敵人 有沒有誰很厲害的呀 來看一下唷 那邊哪面網友帶了喔 然後 這隊我們是沒有帶連組 你帶連組看看看一下 會不會怎麼樣好了 喔大嫻女莉莉也是可以打那個天使 然後這是可以擊退再加那個動作變慢的 然後黑色點天使很久沒有玩他了耶 今天來玩一下龍宮獸好了 對啊 超久沒有玩龍宮獸了 以前真的是很喜歡用他 不知道龍宮獸現在在大家這個評價當中 是不是還是很厲害耶 對啊不知道 因為 以前龍宮獸的話就是那個超級坦克的這個存在喔 然後那這邊的話呢 鋼鐵部分的也帶了 然後 哎 來帶一下那個好了 來玩一下很久沒玩的這個 那麼天使敵人大傷害角色 我們的斜姐啊 但斜姐這邊只有30等啊 我覺得現在真的是要好好存一下一波那個 貓眼石了 貓眼石最近感覺 瘦石反而好像不太缺了喔 瘦石不缺然後最缺的反而是這個 貓眼石的這個部分喔 沒有貓眼石可以進化我們的貓咪啊 就有點 慘兮兮 然後先升點錢包 谷歌卡拉OK 來了來了 先存到我們這邊然後先看一下 這邊該如何戲好了喔 出一隻百屋狗來 來來來來緩一下會不會比較好啊 還是 七歲歲 七歲是打不到了啊 對啊這樣好像就打不到了完了完了完了 肉骨獸哇肉骨獸爆到一下但是沒有辦法 那邊感覺好像還是就是要先出那個 先出能夠緩的不然就先出那個 廢業機好了喔 百屋狗這邊好像有點偏慢 那就算了 來鋼鐵敵人的好不好 來打鋼鐵敵人的然後 用緩速的 那就是我們這個揮葉機 我以前都是用揮葉機來打那個啦 都來用揮葉機來打我們就是那個 開爆的 然後一階這樣應該可以了 先給他緩速緩起來好不好 哈哈哈 完了 那臨傳奇第一關卡 你們大家都招哲民的罩門了吧對不對 哲民的罩門就是 哇只要遇到這種就是 鋼鐵的這種很難打的 我就完了 好我們先出了 走起GOGO 走起GOGO 擺脫了 擺脫了 破心一擊 反正是緩速他 加油啊 揮葉機 完了 揮葉機好像 沒有棒 又又又又緩到 可是他好像被咬到一下就就就就要掛了 OMG加油啊 揮葉機 我揮葉機真的是被咬到一下就沒了 GG 我是不是要出多一點那個攝影師貓啊 哈哈哈 哎哦有有有有有有這一下有這一下有 擺脫了 快點點起來那個猴猴要來了 各位 猴猴要來了 還有天使機 OMG 不行我覺得這邊真的是 要想辦法先把那個海報給弄 弄死哎 我們這邊有彙星一級部隊好像 好像沒有辦法 他們彙星一級的人都不是我們想要彙星到的角色啊 快彙那一隻 快彙那一隻那個啊 排爆 兩隻 完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哎還沒看到星角我們就要爆開了哎我的天 對啊 哇哭了哭了 看起來得要那個還是得要用那個 得要用錢包連組了各位 哇完了 谷歌卡拉OK 我這還是我第一次打靈傳奇的這個一開始的關卡直接卡住了 完蛋了我想一下啊 那這邊準歌這些應該就下來一下好了 然後我想一下這邊該怎麼辦 這邊連錢包連組先給他弄起來 錢錢連組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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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錢 然後這個 這個然後再看一下有沒有哦 一邊篩選 出幾等級 有這個 你這個拉面王的這個惡蟲座但是他是小哎 然後他是小 好吧只能這個 好然後這樣子然後我們再帶那個 再帶攝影師貓貓 攝影貓貓跟那個拉面王吧 拉面王先來一個然後 那個 哎龍公獸下來 哈哈 攝影師貓貓 好這樣子試試看好不好 哇我不知道哎我覺得帶那個誰啊 帶美貓貓好像也也也不太需要對不對 好像也不太需要帶美貓貓的 但是我不知道來來來來 一萬兩千啦各位 我們等那個海豹走過來好了 等下走過來然後一次一次出擊 很緊張哎我的天 那看看能不能存到那個 七歲最出來 但是我覺得一定要先讓那個 飛機把他緩速哦 才可以把他出出來 好來吧 哎完了這次沒有帶露骨獸 我要緩速緩速到 快啊七歲水 快啊七歲水 哎呦呦呦呦呦呦打到一下 然後面好像就沒了 因為好像進到那個他打不到這個地帶了 只能靠那個攝影師貓貓走起看看了 完蛋了 攝影師貓貓說我求你了快點 哦哦哦拜託這一下這一下 再一下再一下 再一下 please 我跟你講要很多下 因為後面還有一隻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 anden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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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一個學姐 好家在喔 我還是得需要我們這個七歲歲嗎 但是他七歲就不能死喔 因為他死了我們就完了 因為我們就沒有人可以打下一隻的海豹了 好 快點快快快 我們算疊起來了 我們要加油 Oh my god 學姐 快點 學姐的射擊 可以喔 然後拜託拜託 趕快會心一擊 有了有了 會心一擊 快點 學姐把那個天使小雞弄死了 剩下這個賢者吼吼了 不知道這賢者吼吼算不算天使敵人欸 Oh nice 今天還是給靠七歲歲啊 各位 沒有人那個啦 靈傳奇第一關就這麼兇的啦 打這個海豹真的是很麻煩欸 各位 我的天 靈傳奇第一關 我已經好久沒有卡在這個 靈傳奇第一關了欸 各位 那你們打這關的話都常常用什麼角色來給他打過去的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這個鋼鐵海豹啦 鋼鐵海豹真的是 比較難搞一點點 我自己的那個 會心一擊的這個部隊啊 都很難去 給他做一波這個傷害 骨骼卡拉OK 好啦 今天還算是好險 有順利通過 不然就慘了喔 哈哈哈 那你們是用什麼方法打贏的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囉 好不好 骨骼卡拉OK 看起來是沒有問題啦 好不好 把那個鋼鐵海豹給打死基本上就OK了喔 感謝我們的七歲歲跟我們這邊的鋼鐵部隊 完全沒有問題